七里海位于河北省秦皇岛市北戴河新区 是该区南部沙丘带内侧的一个半封闭戏湖 也是中国华北地区最大的戏湖 今年70岁的费明健是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 北戴河新区护飞队队长 他出生在七里海附近的侯里村 在他二世纪役中 七里海水草风貌 环境优美 各种鸟类在这里栖息繁衍 他经常用相机拍摄周边的野生鸟类 据飞明健介绍 上世纪八十年代 很多人看中了七里海的地理优势 开始在细湖里推土城池 人工养殖鱼虾 海参 细湖水面面积越来越小 湿地生态遭到破坏 野生鸟类也开始减少 费明健说 由于当时养殖鱼虾围了很多渔网 一些鸟类在捕食时经常误飞到网上被困住 他和当地村民一直在七里海附近 巡护救助这些被困的野生鸟类 2021年 他当选为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 北戴河新区护飞队队长 多年来 被他们救助的野生鸟类达数百只 据了解 青黄岛市自2016年 推进蓝色海湾整治行动 进行清淤输菌 退氧还湿等生态修复 七里海细湖湿地生态修复工程 就是其中之一 经过整治 细湖水面面积扩大 增加了七里海的纳潮量 也被鸟类提供了修气和觅食空间 如今 费明健每天都会在七里海周围巡视 期间 他和护飞队的队员们 在七里海拍下很多珍贵鸟类照片 这些照片已成为当地生态逐渐恢复良好的见证 从这个七里海恢复以后啊 面积大了 以前没来过的 现在已经来了 你像那个白皮鹿啊 那是淡丁河呀 灰河呀 你是各种的珍贵鸟类都在那里来的 我们都拍到的 我那心中比以前的更高兴的 从自身保护鸟类的精神上讲 就是越来也有信心地去保护它 不让其他人干扰它或打它 对不对 不能破坏这个湿地的一切鸟类的环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为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